收封箱鲤鱼潭连滑码头24号下午发生了一起溺水意外 一名男子徒步靠近潭边却不知什么原因掉入了潭水当中 消防局获报后是立即派员前往搜救 而共触动了三辆消防车和一艘快艇12名的救难人员前往搜救 一直到下午3点4分左右唠叨了溺水的男子 但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 收封箱鲤鱼潭连滑码头24号中午左右发生一起溺水意外 一名男子徒步靠近潭边却不晓得为什么原因他掉入潭水当中 附近的游艇业者看到了赶紧通报消防局来救援 我在忙我的船 然后可能也有人要下来他也跟着下来 下来就这样子第一趟人出去了 第二个人下来他又要跟在那边 然后也要摸船 就自己丢下去 就自己丢下去这样子 所以那个这个男子啊是常常过来这个地方 常常过来这个地方 他竟然有喝酒 就是当然是有喝酒的 但是他的酒要多少我也不晓得 但是看起来就是有一个酒味的人 消防局配合红十字会救难队 共出动有三辆消防车和一艘快艇 12位的救难人员前往搜救 一直到下午3点40分左右唠叨了溺水男子 不过他已经没有神秘迹象 而至于溺水原因 则需由警方调查理清 大华人新闻总和报道